哈喽欢迎回到小鱼儿的频道 那大家都知道GPT已经火了非常久了 而且它现在已经离不开我们的一个生活 我们的工作 那么随时随地有什么不懂不知道的 都可以来问GPT 但是很多的朋友用的是一个GPT-3.5的免费版本 也有一部分的人用了一个付费版本的GPT-4 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还没有注册GPT 今天小鱼儿这期课程就简单的给大家讲解 如何注册一个GPT以及一个GPT-4的呢 它的一个基本功能 那熟悉小鱼儿的老朋友都知道 小鱼儿的很多视频都是用GPT生成了一个故事文案 故事脚本 之前小鱼儿用的也是一个GPT-3.5的 今天小鱼儿给他展示一下GPT-4 在这里如果我们很多的新手朋友 你还没有注册一个GPT呢 我也这里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么我们首先来到一个谷歌搜索一个OpenAI官网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第一个选择一个GPT的这个logo 我们点进来 那么我们就来到了一个OpenAI的一个官网 那可能很多新手朋友想在这里我没有看那个GPT GPT呢它在这个位置我们点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我先沉浸师翻译一下 那这里呢有一个GPT的一个价格一个团队啊 以及一个介绍啊这里一个GPT的一个登录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在GPT的一个介绍 可以看到有什么问题就问我 你可以问GPT任何问题都可以 那甚至你可以让他给你写电子邮件 总结一些会议 记录 创建计划 起草清单等等 GPT呢它可以看 可以听 还可以说 那这个呢只是针对一个GPT-4 它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些图片 那么在这里呢很多朋友呢用的都是一个GPT-3.5的一个免费版本 那GPT-4呢很多人可能了解不多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官网的介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官网的一个介绍 GPT-4呢凭借更广泛的一个常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呢 可以更准确的解答难题 那它不仅可以帮你写文案 帮你翻译 帮你总结 还能游览网页 生成音频视频 做思维导图 那么最关键的是呢 它还能在短时间内帮你快速掌握任何一项技能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GPT-4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创造性和协作性 它可以创作一个歌曲 编写剧本 那么可以看到GPT-4呢在高级推理能力上呢 已经超越了一个GP 一个GPT-3.5 那这里呢是两个GPT-3和GPT 和一个GPT-4的一个对比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拥有一个GPT的账号 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个 首先呢我们要在官网这里来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流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准备一个上网的环境 如果你是中国大陆呢或是香港地区的用户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IP呢给它切换到美国 或者其他海外国家 那么我们点击进来呢就到了我们的第二步 开始一个注册流程 那这里呢大家可以用一个谷歌邮箱来进行登录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如果有一个谷歌邮箱 或者或者一个微软账户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登录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选择一个注册 第三步呢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一个手机号码的验证 如果你是非大陆和香港地区的用户呢 可以直接输入一个手机号码验证就行 那么如果是大陆和香港的地区的用户呢 可以使用一个接码平台 像这样的一个接码平台呢 来进行一个验证 那也非常的简单 可以直接找到一个GPT 那么这个接码平台呢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选择国家和服务 买号复制 适当输入 这个短信代码呢就会出现在这个网站上 我们直接复制过去 进行一个验证就OK了 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登录 那在这里呢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免费使用一个GPT-3.5的一个模型 如果想要使用一个GPT-4的话 那这里我们要选择一个订阅计划 可以看到GPT-4的话它是20刀 那这里呢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个便宜合租 那可以看到呢我现在是一个付费订阅 那这里呢我也可以使用一个GPT-4模型 那么很多的朋友在没有使用过GPT-4呢 它肯定没有使用过GPT-4模型 可能对GPT-4呢有一定的好奇 那这里呢今天小鱼儿就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这里呢我也是问了GPT 详细说一下GPT-4呢有哪些功能 那么可以看到GPT-4呢是一个高级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它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文本生成和理解 那这里呢支持多种语言和方言 它可以创作文章故事诗歌 那么我们知道以前的GPT-3.5呢它是它创造故事呢 有一定的局限性都非常的短 还有一个问答系统 第三呢是一个语言翻译 支持多种语言之间的翻译 能够理解和转换不同的语言表达 文本摘要它能够从长篇文章中提取关键信息 还有一个代码的生成和理解 还有一个教育辅导 教育辅导可以作为一个虚拟老师提供学习材料 解答学术问题 辅导学生学习 那还有一个创意写作 情感分析 游戏和角色扮演 职业建议和魔力面试 图像描述和生成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之前看过很多AI 特别是一个猫咪的一个 特别是前不久呢非常火爆的一个猫咪的视频 那它可以直接让GPT-4呢给它生成一个猫咪图像 这里我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做图能力 那再来一张猫咪流泪的 那生成一张肥猫因为被人欺负流泪的图片 那可以看到呢它也是很快的把我们生成出来了 有了这一个功能 那我们直接文案脚本图片 GPT就可以移 GPT呢就可以完全把我们搞定 真的是太牛了 那么呢它还有一个数据分析和解释 语言识别和生成 那这里呢我又好奇了一问 GPT-4与GPT-3.5有什么不同 那这里呢它就说了 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个显著的改进和优化 那这里一个性能和准确性 那么改进了GPT的一个理解能力 它能更好地理解复杂的问题和上下文 对于我们想要写一些故事文案脚本的 那么GPT的话是非常的不错了 更加能够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多语言的支持 那今天这一期教程呢 只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注册一个GPT 账号 以及一个GPT-4呢 有哪些功能的一个简单解说 那么接下来的教程呢 我会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个 GPT-4的一个具体用法 在这里呢 喜欢小鱼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说你也对AI变现 AI做视频感兴趣的话 你还可以看我的其他节目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